話說現在河南省的開封市 古時候稱作汴良城 那時這裡雖然做過幾個朝代的京城 但是聞風則撲 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俠氣概 照樣是代代相傳 來汴良城東門十二里路有個小市鎮 叫做侯監站 這日差不多挨晚時份了 四方前來襯虛的村民 賣了東西的 賣了東西的 單個單 台的台 正是紛紛離去 忽然間 東北邊隱隱若若響起一陣馬蹄聲 開頭很細聲而已 後來越來越大 含含聲好像大隊人馬正在開來 於是虛鎮道的人就自知浸浸了 咦? 當然是那些官軍來了 有些就說了 未收檔的就快點收檔 收了檔的就先走一二邊 不是那些官兵騎馬來到 撞倒檔口就不要緊 自閉撞死人就該灰了 咦? 那襯虛的鄉民 你又走時 我又走 當同亂到倒捨羅蟹那樣 過了沒多久 馬蹄聲中就夾帶著啤啤聲的胡哨 弓邊吹起 西邊凝 南邊響起 北邊和 弓裏弗路四面八方 吵圈巴閉 那看樣侯監襲就 吞吞嚓被人圍住了 這時虛鎮裏頭的人就更加驚 有些人見得惹多的 心就開始十五十六了 咦? 不是官軍那樣 難道是強盜禮? 那虛鎮街頭有間雜貨店的伙計 伸了一條舌頭就說 咦? 咦? 狗情狗當然是那些食人不吐骨的惡爺出來賺食了 老闆聽見就不由分算 挖了兩隻手指頭 一咄就咄到頭殼上 猜他們啊 你以為生草藥嗎? 吐得就吐 最佛好的不靈、醜的良度那時候我就… 老闆趕到半吞吞 吐大個口吐個孔 整個眼睛定定地看著舖頭外面 舖頭外面那條街道 只見有四五隻高頭大馬 一陣風跑了進來 馬背上高的人呢 一路黑衣黑褲 頭戴犯羊斗粒 手拿納納的鋼刀 他們一跑進一條街市就叫生了 喂! 豈贏! 豈人也不可以現在 骑到那个就严命唱 他们一边叫 一边拍马跑去街尾那头 那些马提铁打到石板地里 令人心惊欲跳 街头那些马刚刚跑过 街尾又冲了七八只马出来 骑在马上边的人一样穿黑衣黑褲 头大斗粒 顶帽就粒得很低 粒到眼眉那样 他们说 是人都听着啊 精精的就站定米屋 不是就听吃板刀面 杂货店那个伙计听到 就懒得式地说了 板刀面啊 板刀面不知道是不是有辣有不辣的呢 这个人是衰多口 想说一句笑话的 谁知他话音光落 有个骑马的大只佬 一条马边发入铺头 那条边尾翘着伙计条颈 顺手一拖 拖了他出街 就扑了在地下 跟着更惨的呢 后边另外一只马冲上来 死一提 踏过伙计身上 哎呀 踩到伙计当堂眼痰痰 整个吴棧 走了去元朗黄雪 卖咸鸭蛋 哇 街上个个人 看到这帮人 是这么恶死的 谁还敢动啊 个个眼光光 心芳芳 好像伤寒 喝了猪肉汤 那脚仔都远了 那来杂货铺五六间 铺位岛 有一间烧饼油条店 门口树摆着锅叶油 炸声炸东西 铁架道挂着 几条刚刚炸起的油炸鬼 有个整头白发的白夜公 头哒哒的挂着炸东西 做烧饼 当街上边发生的事 就没来到 这阵时 市周围的胡哨声都停了 马又不再行 想哭的小孩 也都被母亲掩住嘴 不让哭出声 整条街静茵茵 就算一口针跌到地上 都会听见叮得声 只听见有个人穿着皮箱 昏街尾道就一路走上来 那些沉重的脚步声 一下 一下 直接就好像踩到每个人的心里 人人大气都不敢休息 就得那个老伯 埋头做他的烧饼 咖哒哒声响到烧饼桿门口 一下停住 那个人上上下下打量一下卖烧饼的老伯 忽然间 冷笑了三声 卖烧饼的老伯就慢慢担高头 见到面前这个人牛高马大 面欲横生 大爷 想买烧饼 好抵食 一文钱一个 老伯一字讲 就一字拿起铁火钳 在烘炉里就拿了个热热的烧饼出来 放在桌面里 拿来 大只佬摊大手板就问老伯拿东西 是 是 老伯拿火钳钳起 刚才伸出炉的那个烧饼 放在大只佬的手板上 嗯 大只佬双眉都市 你妈妈 到这阵时你还敢玩大爷 是吗 说完他一手扔了个烧饼 在老伯面前 只见老伯淡淡定定 折抬头 噢 那个烧饼就昏他块面皮擦过 啪声 跌了到街上一滩污脏水旁边 大只佬扔完烧饼 跟着在腰间里拔了一对钢勾出来 勾头上被邪阳照着 发出一阵蓝光 哇 好利的 他对老伯说了 姓吴爹 你不用扮猪吃老虎 大爷一定认错人了 我不姓 我姓王而已 这些人都叫我做烧饼王的 你妈 你妈还炸颠扮傻是吗 我早就起了你底 你躲得一年 不躲得一世 我素闻金刀寨安寨主杰父祭贫 江湖上提亲起的 都动起手指弓说合道 为什么今天派出来的马仔 这么骑来的呢 好欺不欺 欺我这个卖烧饼的白夜公 吴道通 你打算不交出来了吗 是不是 卖饼老伯见被人叫出真名 疾了一下 马上又变回吱吱 游游的说了 好 既然你知道我吴某人的大名 那还不跪下扣头 身恨啊 屁 你妈妈还在那炸丁扮傻 扮傻的吗 大只佬左勾帝起 一朝手刀琴来 勾在吴道通左边身 吴道通避过右边 大只佬过勾打空了 就反手拖回转后 其实是勾在吴道通背霉 吴道通蹲下身就避过了 跟着右脚踢在门口 焗烤饼的炭炉里面 吴声飞身跳上对面瓦背顶 他手还握着那只铁火钳 突然青光闪动 一把钢刀就兜头砍下去 拖着吴道通就举起铁火钳一格 吴道通将火钳一抹抹开两边 阻挡短枪 就右脚双刀 砍砍 挡开了 原来那把火钳拆开来 是一对兵器 叫做判官笔 将吴道通洗开双笔 朝朝点人越道 一个打三个 照样是沾着上风 打得这么潇洒 打打下 他大喝一声 踢 洗短枪的就 啊 得声 左脚被铁笔点中越道 站不稳 由瓦背顶到 滚滚滚滚滚了到街 离去西边没多远 又有个矮得得 整个武大朗的人 他双手叉腰 眼金金地牙着这头 白光闪动之中 洗单刀那个人 又被吴道通右脚踢中 一个斑斗就踏了到街中间 咦咦咦 剩下洗伤刀那个就胆怯了 呼呼声武行两把刀 好像一条雪花那样又护着自己 正是手不敢攻了 那站在那头的矮脑就 滋滋游游游走过来 走到马里 突然间右手食指就 督在吴道通左眼 哇 别看他矮得得 出手快捷无比 吴道通急忙回笔打他手指 鬼佬手指跌低 就避开铁笔 就改督他喉咙 吴道通铁笔拍到尽了 变不到招 就唯有退后一步 矮佬立刻踏步进马 右手又一指督到他小腹里 吴道通右笔反转 就跌到敌人头壳顶 谁知矮佬向前一飙 几乎就撲入吴道通怀中 这样一飙 就已经避开了铁笔 同时他双手就划在吴道通胸口里 吓到吴道通面青口顺白 退都退不及 整件衣服当堂被矮佬抹了一分出来 吴道通蹦起上来 都不得切看看自己有没有被人划到 双手合埋就倒转铁笔 一支环抱六合 拿两支铁笔就撞上矮佬云脊 哈 矮佬认真够了老辣 他不闪不避 又再向前冲 这陈他得迷了 商掌打正对方胸口 啪啪 陰功 吴道通当堂被打断几条铁笔 由瓦盒顶那里撂滚撂滚撂滚撂撂 那本来跟他打开的那个大只导宝被锅油 辣到两只脚一步 起了泡 早就激到嘣嘣跳的啦 现在见到吴杜通云 在瓦背顶上踏了下来 还不趁他病,拿他命吗 急急着衝上去 举起双勾就插到他肚腩上 这时候 瓦背顶上高的矮佬就大声叫了 哎,要捉生功了 但是迟了 双勾已经插入 吴杜通肚腩 大只佬开心得 卡,卡声笑 突然大叫一声 跟着中下中下 就倒退几步 咦,将他胸口插住两支铁笔 由前胸入 就背霉出 血云四个伤口就 把声涌出来 他整个人发几发 然后劈 踏低,手脚一蹬 死直了 哎呀 那本来好地地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原来地下那个吴杜通就死鸡 撑硬脚 临死那时就出行力 扔了两支铁笔出来 大只佬得意忘形 一下不防备 就被铁笔打中了 瓦背顶上高的矮佬就跳到地下 不理大只佬生了 也说死了 过去一手戳起吴杜通 见他没了气头了 一手推他到地下 对着同党就说了 剥掉他的衣服 逐一读一读一读 是 有四个黑衣大汉就马上去剥光 吴杜通那些衣服 跟着就见到他背脚贴身的地方 背着一个包袱 两个黑衣大汉就马上打开包袱 那里头的东西包得很密实 打开一包又一包 层层都是拿油布包住的 每打开一层 矮佬就衣开嘴笑一下 总共拆开十多层油布 那包东西就越拆越细包 但是扁脚脚 里头好像没东西 眼前拆了一个三寸大 两寸厚的包仔 矮佬就一手抢了过来 捏了一下 跟着就生气爆爆地说了 死惨了 骄神骗鬼 不用再拆了 快点入烧饼店炒 是 当堂又有十几二十个黑衣大汉 马上衝入吴道通那间烧饼店 净净净净的打烂情 担烂棺 拆大床 拧嵐贵 将烧饼店炒到烏烟瘴气 天翻地覆 炒了没多久 天就黑了 那帮人又点着火把继续炒 在这阵时 烧饼店外面有个十二三岁的黑衣仔 蹲在墙脚边腾腾 肚饿啊 却他眼睛睛地望着没多远水滩边的烧饼 那声就猛地吞口水 本来他很早就想撿起烧饼吃 知道他又怕被屋里头的恶爷看见 另外 也担着烧饼旁边死着两条死尸 一直等到现在 天黑了 他也饿得忍无可忍 这样才迫着静静地撿起地下的烧饼来吃 他小小的咬了一口烧饼 都不敢召啊 怕着召起身搭搭声 被屋里头的恶爷听见了嘛 不知为什么 他含着那口烧饼就不觉得那么饿了 这个时候 烧饼饼就被人找到翻天 连地下的街砖都逐快逐快叫起了 但是虽然这样而已 那些人都好像找不到东西那样 一个一个头哆哆 没努力地走回出来 纷纷上马收队走人 一直等到完全听不见那些马蹄声 在去镇里头的人才敢行动 但是分分钟就怕着那帮强盗翻转头的 所以那些人就个个走隔不透 那些店铺就逼逼 白白收当山门就说这么快 整条街水静河飞 找个人影都难啊 那个乞丫仔见到不到通条尸里 自己才得几步远 想说马上吃完烧饼就走开 咬了两口 咦 突然间见到吴道通那条尸动了一下 乞丫仔大吃一惊 拿手背就出力出一下双眼 看真一点 咦呀 不是自己眼花 而是真是那条死尸翻山 咸鱼游泳呀 只见死尸只见死尸慢慢慢慢坐起身 Monsieuris openings 然后乞丫仔被嚇到上牙打下牙 躲anie 扭聲 死屍的那塊臉青啤啤, 口丫角度就滲下滲下滲著血水出來, 兩把鋼鉤還插在肚腩那裡, 每走一步, 那兩支鋼鉤就韌韌韌韌, 乞丫子害怕得拼命咬緊牙, 摸緊嘴, 不讓牙齋再吹出聲。 只要死屍走了兩步, 蹲低身, 兩隻手在地上猛地摸,猛地摸, 摸到一個燒餅, 就趕快捏下, 再撕開幾邊, 跟著手又扔了, 摸一下摸一下, 又摸到一個燒餅, 同樣是捏一下, 撕開又扔了。 那先頭那幫強盜來守燒餅舖的時候, 將櫃面那二十多個燒餅的涵白爛掃到地上了, 現在那死屍在地上猛地摸, 他摸到別的東西不理的, 只要摸到燒餅, 就撕開來看看, 看完就扔了算了。 乞丫子眼看著死屍越走越迈, 嚇得他心都緊了, 想說跌起身走人的, 只怕得兩隻腳軟來來沒有力氣, 那死屍手腳很慢, 等他摸完那二十多個燒餅, 已經花了燒成煮香那麼久的時間了, 他在地上再摸不到燒餅的時候, 就額高頭, 四處地看, 一望望到乞丫仔縮在牆腳邊, 即時登登登登, 一路走到乞丫仔那裡, 燒餅, 燒餅, 乞丫仔嚇得魂飛拍散, 大叫一聲, 跌起身就想走, 怎料兩隻腳不聽笛, 走了兩步就自己維持自己, 習慣得不清楚, 這陣子一條死屍走到來, 胡低身伸手想按住乞丫仔, 乞丫仔發行力, 打橫一滾, 就滾開避過了, 爬起來又自想走了, 那條死屍按不到乞丫仔, 他都起不得切身的, 要慢慢撐直一排才站直身, 不過他腳長步大, 雖然行路蹤下蹤下, 好像一個聚走路那樣, 但是追了十多二十步遠, 就追上乞丫仔, 見他一手撿住乞丫仔後面三嶺, 就整個斥高他, 你, 你偷了我的燒餅吃, 我, 我, 乞丫仔怕到舌頭打了裂, 你吃了個燒餅了, 我, 我, 我要把你的肚包拿出來, 死屍伸出右手, 一聲就撒爛黑丫仔的衣服, 讓他打出個胸口和肚包仔的肉, 各位, 本來吳道通已經死了, 為什麼又會翻生的呢? 明天再說了, 感谢观看